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 说是侯友宜和整个国民党 面对一个疑似未要案里面 荒腔走板 leadership全面崩解 所以侯友宜就是稳居老三 但是稳居老三之后 其实选举本来就是起起落落 好好的去面对 好好的去接受 好好的赶快找出增结 做一些改善 这就是选举的本职 也是你该努力的 但是你会看到 整个国民党 看到了他们原来预期说 侯友宜大概比较稳健 所以那些小鸡都说 就推侯友宜比较好 郭台铭太不可控了 郭台铭不会受到国民党的劫志 郭台铭这个霸气了 最后你们选了侯友宜 你看那小鸡吓死了 连罗志强 罗志强要选的选区 是那么的深难 他都害怕 都开始讲说非绿大联盟 然后被人家解读是说 宁愿投科 但是立委请投我 罗志强 一个完全深难的选区 完全几乎不用担心的都怕了 你就知道国民党那些小鸡们 开始多么后悔 他们告诉苏利人说 侯友宜比较稳 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决定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 其实侯友宜在7月23号 你真的选得下去吗 你真的能够代表 带领国民党 在这个选举里面 不要讲拿回政权了 稳住立委盘 你都有问题 而且这个情势之下 恐怕12月25号 早上9点之后 坐满一周年 要罢免你的声浪 都已经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 国民党做了什么状况呢 荒腔走板 但是呢 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这种荒腔走板 以我一个20几年前 曾经历癌 被当我接受到 这样一个重大警讯时候的心态 跟国民党现在一模一样 其实呢 一个人 如果一件事 碰到一个重大的 一个不利资讯的时候 第一个难关 叫做接受其 那现在侯友遗憾 国民党就是面对了 接受其 然后不敢相信 不愿意相信 互相指责 当年一样嘛 当医生告诉我说 病理检验报告出来 T细胞有一变 然后怎么样 其实就是 我得到了08癌的最初期 还好是原发期 赶快治疗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才36岁 突然这样子 我能接受吗 我不 心里会觉得 很疑惑啊 所以开始怀疑 是不是数据有错 是不是 其实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呢 是不是要做其他的检查 这个东西就好像 当侯友余持续的民调 就是第三名的时候 国民党就要出来 柯正恩就要出来说 没有啦 我们内部的内参民调 他还是第二名啦 没有啦 柯文哲没有赢他很多啦 没有啦 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啦 这是带风向的啦 这个就是接受其里面 不肯接受 就跟我当时一样的一个心情 那接下来呢 你还是看到 数据里面 你的理智还是告诉你说 虽然情绪上不可接受 可是这个数据 恐怕有参考性 所以接下来呢 会开始怀疑啊 会开始指责啊 怀疑是说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呢 是谁的这一方出问题 哪个环角出问题 开始到处 当时网络还没乱发达 也是到处去翻书 是不是什么的生活习惯不好 是不是工作上 什么地方的作息 工作压力 造成了我整个的失调 是不是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东西 其实不该吃这个东西的 开始互相指责 互相指责 或互相怀疑 都是这样子啦 对公司里面的人 某些归章 可能应付得很好的 某些作息方式 应付得很好 都觉得这个东西是害我的 或者是怎么样 或怪自己 我平常就运动不够啊 所以就抗力不好啊 这个免疫力就失调了 就出状况了 开始怀疑 然后最后呢 可能的话 我们当时有些病例里面 就互相指责 互相指责的意思就是 贫贱夫妻 百事哀 所以呢 侯友宜和国民党 这个所谓的对接 一直接得不顺利 那接得不顺利之后呢 甚至于有一个非常熟悉 国民党上报的那个 真的是他每次写的新闻 其实都相当精准 就是说 在对接会议 侯友宜正式已经成为国民党 要征召的 5月17号之后 到了6月十几号的时候 在开会的时候 竟然有争吵 互相埋怨 互相抱怨 那个郭台铭和韩国瑜 是你朱立伦该整合的 然后呢 那个不分区名单 我应该要去介入互相的谴责 这个互相指责 这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说 你现在是走顺风的 你现在家里的钱 家里的资产是够 薪水是够用的 你不会为了 现在这个电费怎么这么贵 你慢慢骂老婆说 都是你平常不关灯 就互相指责 然后最后再出来的状况是 你最后还是要真的去面对 还是知道说 所以后面呢 还有一段时间沮丧级 我们就等着看 国民党和侯友宜 如果你们现在开始 这边弄 弄到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还是拉抬不起来 恐怕你又看到 跟当年韩国瑜 那个时候选总统一样 真的什么 一筹莫展 群衣束手无策的感觉 出来的时候 只好窝窝在家里 点脸书告诉你说 我在孵蛋 你后面有一段时间 国民党就会这种 摆在那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在这过程中呢 还会出现一个状况 亲朋好友 到处关心 给你乱开药方 就介绍你什么 不知名的名医 介绍你什么民俗咬法 给你一大堆 可能的祖传秘方 可能是什么补品 什么林丹妙药 当时我整个家里的书柜 一整柜 都是各种补品 各种药品 大家都给你 就好像说 徐晓星说你该学韩国瑜 有人就说你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 这个林丹妙药一大堆 可是这个都是侯友宜 现在你和国民党 面对的状况 可是最后你总要回去 就像我一样 要回去面对一个 真正的真实 你的体质 是有问题的 你的体质如果不做调整 你今天会得到 这么的状况 你不能接受的疾病 是你自己要做检讨 所以当时我知道说 我从读大学之后 因为开始住宿舍了 从小就没人管了 从眷村小孩长大的 本来在军人爸妈 这个要求之下 生活很规律 解放了 我从大一开始住宿之后 晚上是熬夜的 晚上是会去夜游的 白天是睡到宝去校课的 我们当时不用点名了 至少我读的学校是不点名的 然后只要期末考 能够考过关就可以了 然后去参加社团 生活去跟同学喝酒 整夜畅游 身体就开始 生活习惯就不正常了 然后吃饭也不正常了 然后就不是一个稳定的 固定的运动 所以慢慢的 你以为你很年轻 可是你整个身体在自己的消耗 你的体质已经受损 你的体质其实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终于有一天 就是身体会告诉你真实的状况 你是该调整的 那我是很幸运的 直到终于经过了半年之后 经过了刚讲的接受期 怀疑期 沮丧期 终于进到了面对 面对之后才有调整 所以我生活开始改变 我从此之后绝不熬夜 10点到11点准时睡觉 在我这样的就算是大雨 就算是大太阳 每天五点半一定起床 在我家的刚好有个合体 合体里面你也许已经没有能力 做剧烈的运动 但是慢慢的 一千公尺 两千公尺 到我现在每日走一万步 大概是七八千公尺 我的身体至少稳下来了 二十年下来 其实要不是因为那个病例表还在 要不是我每半年 要回台大医院去复诊一下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我是三十几岁 我身上脱载癌症已经二十几年 至少我稳健前行 所以现在我就是回来给侯友宜和国民党 一个重心的建议 你们当然现在接受其很难处理 你们的怀疑其互相指责 林丹庙要乱开都一样 但是要救国民党 要救侯友宜 不要再去幻想什么仙女棒一点 你就明天就赢过来心得 你就干掉柯文哲 不可能 回去想一想 你的体质真的行吗 你真的有准备吗 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就乖乖的回去 做好新北市场 如果你没有能力 扛起台湾的大胜 你就像早期的党外一样 立法委员 人体骑士骑士 总统不要再做春秋大梦 谢谢大家